隨著空拍鏡頭一路前進 兩層樓高透天錯 一邊是山林 另一頭則是溪流圍繞 環境相當清幽 深山環境中 竟還有這樣的一棟建築 看起來十分豪華 以靈性主賢為首的 中華白羊四櫃領寶勝道會 就位在南投國際山區 兩層樓高到場 一旁還有一尊觀音神像 距離大門起碼三四十公尺 佔地約一百二十坪 相當隱密 難怪信徒在裡面受到 保利毆打都沒人發現 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又不靈 甚至有人還被洗腦到 不願意離開 大門七上紅七 高兩公尺 還上了鎖 尤其這裡 距離附近民宅 起碼還有一小時路程 山路蜿蜒 更顯得隱密 根據警方表示 民國九十七年 從嘉義創立 之後就疑點到台中大禮 隨後逐步拓連到南投國姓 甚至大陸廣西都有 成立超過十年的時間 中間還被改名為 中華日行一善學會 吸引近百位死中信徒 團體教條以聖師為標準 有違背就是罪犯 這裡看似是一般民宅 其實是林姓祖賢之前道場的活動地點 鄰居表示 這裡都會有許多信徒找來 來到當初發源的道場 外觀只是一般民宅 但其實宗教組織內部分工縱密 林姓祖賢是聖母 底下幹部有長老 副長老道長等等 嚴謹的階層制度 假使信徒不從 就是棍棒相向 隨著南投道場空拍畫面曝光 也揭開神聖道場的神秘一面 記者綜合報導